好醜喔 沒錯,蛋糕炒完了 所以我又回來了 開掃片了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仙草吧 沒有錯,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做珍珠 那台灣人最常喝的就是珍珠奶茶嘛 所以今天我要做珍珠奶茶 可是不是一般的珍珠奶茶 我是要把奶茶包進珍珠裡面 所以今天我要做珍珠奶茶 所以呢,我們要先把奶茶 裝進氣球裡面 然後把它放進冰箱 然後就會變成一顆冰球 然後再做珍珠,然後把它包起來 之後就 Let's go OK,那我們需要的材料有 茶包,紅茶,地盾 還有 牛奶,乳香是家 最後一個氣球 然後把茶包丟進杯子裡面 沖水 有點太多了,把它倒出來一點 灑出來一點 灑出來一點也沒關係啦 接著倒入牛奶就可以變成奶茶了 再拿筷子攪拌一下 讓自己看起來很專業吧 試喝一下 發現超級難喝的 再隨便加點紅茶 當然一定要倒出來啊 然後再加點牛奶,不要太多 不然會變得很奶哥 喔不是,奶味很重 再試喝一次發現它還是很難喝 只好忍不住對它比格 無名指 接下來就是要把它裝進氣球裡了 拿出這個玩具 對,不要懷疑 我家只有這個 然後吸奶 對 吸好吸滿 之後呢 拿出你的氣球來 對準洞口 把它射進去 然後一定會爆奶嘛 這是正常的狀況 熟練一點就不會了 沒關係 接著就是重複同樣的動作 把氣球裝滿為直 接著拿夾子把它夾起來 然後在它冷凍變硬的過程中 我們先清理一下桌子 來進行下一個動作吧 準備好製作珍珠所需要的材料 水100公克 黑糖40公克 素薯粉100克 這是看影片上的 然後就是把水跟黑糖都加入鍋子裡面 讓它煮沸 然後搭配 然後把黑糖水倒入素薯粉當中 然后搅拌过后你会发现不太对劲 因为我声音是后来才录上去的 所以我知道我这个已经非常的失败 只有我不知道做出什么粘车的东西 可能是水太多的问题 反正这个就是失败了 接着我又去买了第二包的素薯粉 秉持着不放弃的实验精神 要来继续挑战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 在第二次的挑战当中我还是失败了 虽然我在当中看到有点先机 比上次还是要成功 可是最终 你们是不是在等我讲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现在看到一下经过了好几番波折之后 它现在成了这个模样 根本就是碎屑残骸 已经没有办法做成我原来说的样子了 果然 教学影片 还是不能相信啊 好所以有一个备案 我从这些残骸当中印击出了4颗珍珠 那现在我就等这4颗珍珠煮好 然后等冰块做好了之后就把它放在旁边 呃充当一下我想 应该也是可以的啦 对吧 一小时以后 好了等到都快饶死了 终于已经煮好了 那就把它绕出来吧 看起来还算蛮可以的啦 至少看起来可以吃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奶叉就拆开来吧 好那我们把奶叉 拿出来吧 拿剪刀好了 爆炸了 拿出来了 耶 珍珍珠奶茶完成了 热 我在 插小 把这些店银行来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是 把这个 残破不堪的东西做出来了 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人想看我吃的东西吧 嗯 就 到这边了 我自己 默默的把它处理掉 从早上做到现在已经中午了 果然 做 做的东西 还是不能相信影片 大家也不要尝试了 我觉得 一定会失败 除非你自己知道怎么做 不要看影片 一定会失败 影片都是骗人的 好不好 靠我做的那种辛苦的份上 还会很快 订阅分享 然后 为了以后 不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赶快去读书吧 真的难吃 我的冰淇淋会说话